能通过食品统计的功能来着手入门我们的Spark streaming 在这一个部分里面我们会使用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使用Spark submit来提交 第二个是使用Spark share我们来实行 我们用两种方式让大家熟悉一下 我们在工作开发或者是提交到生产上面的时候 我们如何进行相应的一个测试 那么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Spark它的源码 源码在什么位置呢 因为Spark它是托管在 这个代码是托管在GitHub上面拿来 我们写一下GitHub 所以我们要反过的地址是GitHub.com 然后因为阿帕奇是一个开源社区 这个开源社区里面包含很多项目 来我们Spark是它的一个顶级项目 所以它的地址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Hive你就把Spark改成Hive 如果是H�Base 那么你就把Spark改成H�Base 那么它的源码就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打开这个亮晶 我们把这个字体调大一点 源码在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例子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有个Examples 我们点开 里面很多例子 这个例子是我们学习Spark非常好的一个资料 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把这里面的一些代码看一下 来在SRC main里面 这里面有哪些呢 有Java的 你看 还有Python的 阿语言的 还有些测试数据 在这里面 还有Skala的 因为我们课程是用Skala的 所以我们点Skala就了 然后你看这里面GrabX有ML 有MLLib 还有Skala Streaming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对不对 我们Streaming的例子就在这个目录里面 Streaming这个目录里面 这个里面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它叫做Network 那么从这个名字上面 我们大概能猜得出来 它应该是一个基于网络过来的数据 做一个我的看的操作 我们点开 这个代码 我们首先简单的看一下 具体详细的东西 我们先不管它 这是一个Network 我都看的 那个方法进来需要输入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你既然使用网络 网络你肯定要有一个IP地址 加一个端口 或者说是hostname加端口 如果说这个参数没有两个的话 你这个代码肯定就不用执行 直接退出就行 然后下面来看 创建一个Skala 然后创建一个Skala 这个东西不用着急 我们后面再来详细的介绍 现在只知道 如果你想运行一个stream应用程序 你需要创建一个streamingcontest就行了 对比于我们的spin and circle 我们是需要创建一个circlecontest 好 我们往下 然后这句话 它通过ssc.sockettest法 这句话 它通过ssc.socket.tags 输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第一个参数其实就是我们的hostname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的pod pod反向转化印的类型 后面我们先不用管 然后来 下面这两句话才是重点 先把得到的这个lance 给它做一个flatmap 里面按照空格进行拆分 然后每一个单词附上一个1 做一个reduce backkey操作 我想问一下 这两句话 跟我们进行sparkcall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一模一样了 这方法签名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同一个功能 让你们使用sparkcall来进行离线处理 或者是使用spark streaming来进行实时统计 它的核心代码很多是一样的 它的API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 你无缝的从sparkcall对接到流处理上面来 这一点是工作当中是一定要注意的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特性 然后把这个结果打印出来 然后把streamingcontest启动起来就行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代码其实核心的就这么三句话 那么我们如何使用sparksubmit来执行呢 首先我们打开控制台 我们spark的环境已经部署过了 在APP里面的spark下面 我们把并目录打开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spark3mid的 这地方有很多cmd 我们都把它删掉 反正我们又不用windows的 是不是cmd 这样子更加清爽一点 东西少很多 那么spark3mid怎么使用呢 不会使用没关系 我们直接一个回车 你看它告诉我们很多用法了 我们关注几个地方 第一个你的master肯定是需要指定的 那么这个master我们现在就采用本地的local模式进行运行 然后你要指定你的-class 就是指定你的应用程序的一个主类 主类在哪里可以是加吧 也可以是style 然后-name这个name用来指定你的作业的名称的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方式 我们来进行提交一下 在进行提交之前 我们还回到这个原码里面来 这个代码上面是有一段注释的 为了运行你可以去运行你在本地的机器上面 你启动你的本地端口是吧 那么你需要去运行一个netcat的设计 怎么使用 你把netcat-9999给它打开 好我们在空台上面来执行一下 放一个窗口 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就ok了 就不用管了 主色是在主色的 好 那么后面它这个地方是使用的run 一个example 我们不使用做这个方式 我们使用通用一点的sparksubmit的方式 我们把笔记再补充一下 sparksubmit的使用 sparksubmit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杠杠master我们就采用local2 为什么要写local2 一定要注意 我这地方先这么写 后面我们再介绍 这个地方一定要local后面的数字 一定要大比1 等于1的时候是不行的 原因我们后面再介绍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杠杠class 杠class 这个class会指定我们要运行的组类 对不对 这个组类的名称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 就这一种包名 包名加上内名 加上内名network 我都看了 好 然后我们指定一个名称 指定一个刚刚name 好吧 名字就叫做这个 然后注意 既然我们要使用下包的方式 所以我们还要指定一个价包的地址 那么这个价包在哪里呢 这个价包我们回到这个空间上面来 切换到上一层 这里面有一个架丝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spark 一个sample那个包 对不对 这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没关系 我们再后退一层 这里面还有个example 我们到这里面来找一下 这里面还有一个架丝 是吧 是吧 来 这里面找到没有 会有一个example的架包 是吧 我们把这个路径靠北过来 把这个路径靠北过来 放到这里 当然把具体的架包给它指上来 这里 往后 放到这地方 好 我们把这个调整一下 不要让它换行 那么后面还需要跟上两个参数 是吧 跟上两个参数 我们就用还对付000 然后端口号是多少 是9999 我们刚刚看得起的 这个上面是吧 好 我们把这句话给它拷贝过来 给它执行一下 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有问题 我们再调整就行了 我们到b里面来 等它执行 现在它已经有数据输出了 是吧 现在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来我们输出一下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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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b 来回车一下 你看看结果有没有出来 你看b出现了一次 b出现了两次 a出现了五次 这个结果肯定是对的 a是五次是吧 b是两次 b是一次 是不是 如果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 a a b b c d e 回车 来看 我们往下拉 你看 这个结果不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案例 让你们知道如何来提交一个spark作业来运行 把这方补充一下 使用spark-submit 来提交我们的spark应用程序 运行的脚本如下 你们直接考这个来运行就ok了 这是我们使用spark-submit的方式 那么我们如何使用spark shell来提交呢 这个哈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是测试过程使用的 上面这个呢 上面这个哈 是我们生产上面哈 生产上面用的比较多 我们把这个应用给它停掉 好吧 停掉 然后使用spark shell spark shell的用法跟spark3bit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拷贝一下 看在这地方哈 我们就这样就行了 因为spark shell的方式是我们写代码贴上去运行的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指定这些东西哈 来我们把这个启动起来 我们等它启动成功哈 启动成功以后 我们是需要把相应的代码烤进去运行 对不对 现在在4040端口不行哈 起在4041上面 这个默认4040它会自动加一的 所以没有问题的哈 只要不要出现error就ok 那么这样的代码怎么写呢 这个代码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上面烤一份过来就行的哈 烤一部分过来 我们把smart conf我们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呢 smart conf已经在我们构建 或者说启动smart shell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那刚刚还有一个地方注意 这个代码里面 它其实给我们写了一个network的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写这个刚刚name 可能不太需要 因为这个代码层面的优先级 比这个要高一些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去掉的话也没有问题哈 回过头来 这一句我们是不需要的 因为启动的时候已经有了 下面这句我们是需要的 我们把这几句可费过来 后面这几句可费过来 可费过来放到笔记里面 你们可以用来测试 怎么使用呢 把注射我们先删掉 那么这个arx0我们就给大家改一下了 改成hidroop000这台机器 然后这个端口号呢 端口号是9999 注意哈它是硬盘类型 9999 后面这一串我们也不要吧 其实现在无所谓这个 这里面有个second 1什么意思 每一秒钟执行一次 所以我们刚刚控制台上面你看看 这是760077007800其实就一秒钟一次 是不是一秒钟一次 你想一想它其实是一个微批处理 是微小的批词处理 这个代码基本上是这么多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你这个streaming context在哪里 还有一个sparkconf在哪里 其实sparkconf我们这里面直接写的sc就ok了 因为sc是在我们控制台启动的时候已经为我们创建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streaming context等等相关的东西给它导进来 对不对 导进来的import在哪里呢 我们上来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手中写一下吧 这个上面也有 我们把这里考过来试一下 来 先放到这个上面 我们把这个代码把这个代码拷备过来 直接贴在我们的spark需要启动的这个控制台里面 来我们来看看 正在现在已经在运行的 你看9下面是01 这个每个一秒钟一次 这个时候我们来敲一点东西 D D E E F F 我们回车看看是不是D出现了两个 E出现了两个 F出现了两个了 来你看D出现两个 F两个 E两个 是不是我们再把上面拷备一行过来 自己多做测试 这里方是5个A 两个B 一个D 两个A 两个D 一个B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把相同的功能通过sparkcell的方式 给它运行出来呢 那么这两种方式sparkcell这种方式 适用于我们测试的时候 我们开发一部分功能 你可以这样把代码贴到交付式命令行上面去执行就行了 因为你如果要是sparkcellmet来执行的话 你要先打一个包 先打一个架包 是吧 然后再通过资产方式的运营 稍微麻烦一点 所以我这地方写的是测试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sparkcell 然后生产上面的我们就使用sparkcellmet就ok了 然后再通过资产方式的运营 再通过资产方式的运营 再通过资产方式的运营